群鸟车和扫除义务车来回奔走 配合花莲空军基地战备到开设 谋理的是若共军空袭主跑道 战机仍能起降 但台风凯米毕竟台湾起飞科目一度喊咖 幻想两千被拖去战备防台 那接下来汉光还打吗 演习任务是天后状况来去做一些机动的调整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我们必须要在救灾的部分 把兵力做一个适切的调配 来完成相关的整备 只是听到大部分演习科目 因天后取消多家外媒 包括特别来台的美国福斯电视台 决定中断采访 对于赖总统首次世道汉光的行程兴趣缺缺 下空军后时总统穿着西装 而抵达世道商患救护分类 总统特别换上迷彩服 更别上汉光似实弊彰 国安会秘书长吴周谢也穿军服 不过就在总红车队抵达市岛区前 辆架F16V称天空风行 气飞延续 总红台风影响汉光会担心战力打折吗 英文微笑没回应 视察10分钟颁发榨菜金后随即离开 即去年台风苏纳瑞造成汉光取消 今年凯米也影响汉光演习 会否未来有补考演习的安排 军方表示仍在评估 TVBS新闻红富华刘婷婷发自花莲空军记忆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